如果賴慶德真的贏了 他就是延續小英路線 侯友宜如果當選 那就是已經8年沒有執政的國民黨團隊再回來 如果柯文哲當選的話 就表示台灣首次出現藍綠以外的總統當選人 想要觀點,來評觀點 歡迎收看《韋漢觀點》 各位網友 距離中華民國第16任的總統副總統選舉 只剩最後9天了 9天之後你將做下什麼選擇? 同你所愛,別禮氣寶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今天《韋漢觀點》再次跟大家講 不過講政治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小故事 就這兩天在網路上面 日本的漢市連連 那台灣也有校園的這些疊寫 讓大家都心裡很不好 可是有一個新聞特別溫馨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這邊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 叫做《雨中醫師》 高雄的三眠區有個耳鼻喉客的醫師 他姓林,這個林醫師 在這邊謝謝林醫師 因為這個林醫師非常的有愛心 有醫德,有醫術 林理都說讚哦 怎麼了?老先生跑去看耳鼻喉客 阿伯阿感冒了 女兒帶他去 開車到那邊找不到停車位 又下雨 讓女兒下去掛號 掛了以後還是怎麼樣? 用電話掛位不是很確定 後來放棄了 因為爸爸行動不方便 下不了車又下雨 所以就跟診所講說 護理師講說 算了,我們今天不看了 因為爸爸不方便下不來 結果你知道怎樣 來,看畫面 這個耳鼻喉客的林醫師 居然帶著聽診器 跑到診所外 打開汽車門 在那邊幫阿伯用聽診器聽 你的呼吸道現在目前有沒有 忧忧忧 愛用什麼油 這個醫師的雨中醫師 林雨的畫面 很多人都看到了 高雄三民區的醫師 謝謝這位林醫師 林醫師他本人我不認識 他是喜歡什麼 有沒有運動 然後他這個朋友圈如何 完全不理解 但是只知道說他做了這件事情 大家就覺得給他一個讚 台灣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為什麼講到這個 我要轉政治 我問各位網友 他住在高雄三民區的林醫師 我們不認識他 他的親友認識他 下個禮拜 九天以後 他總統藍綠白投給誰 我就問 我就問 會影響你對這位林醫師 照顧長輩照顧病人 他的用心 會一直打折扣嗎 如果會 如果會 譬如說你很支持 就是藍綠白的任何一黨 就林醫師剛好跟你投的不一樣以後 他有頂臉表我看 韋翰公會醫師 真的有好意識 他打得不一樣 真的醫師不行 怎麼這樣 眼睛都這樣勾到 怎麼會亂選人呢 你會嗎 如果你會 你要好好想想 今天韋翰講的這一集 台灣藍綠白 三種不同顏色 還有五黨 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一個國民黨或民進黨的人 當過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有一天可能會 或許九天以後就會 柯文哲當選就是了嘛 那你今天喜歡 柯文哲 侯友宜跟賴清德 真不是跟你開玩笑啊 你要選誰都可以啊 你從我們文化的觀點 我的文章 我的廣播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氣寶 今天講這一集 也特別要跟大家呼籲或澄清啊 有人在講說 黃云翰在講氣寶 那根本就是亂講的嘛 你自己給他打叉 我一向是告訴你 投你所愛 可是你說 如果大家都堅持投自己想要的話 那可能誰誰誰就當選了 你怎麼知道 我就問你怎麼知道 沒有一定的啦 所以今天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先把最壞的狀況 擺出來放在那裡 摩羯座A型的人 都永遠想最壞的狀況 悲觀的嘛 譬如說 人家如果打仗怎麼辦 啊好美智你們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是零武器還是躲起來 如果台灣經濟崩潰了怎麼辦 如果房價5年以後 比現在還要高 一瓶500萬怎麼辦 永遠想到最壞的狀況 然後你突然發現 這個最壞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我還能夠survive下來 基本上摩羯座的人就可以睡了 但如果活不下來的話 我會繼續找到能夠存活的方式 這就是摩羯座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 感官直覺挑戰所有的網友 我就告訴你 如果你支持賴清德 但是柯文哲當選 如果你支持柯文哲 但侯友宜當選 如果你說侯友宜一定得正常 但是賴清德卻又繼續聯絡的話 你怎麼辦 我告訴你 真的不會怎麼樣 首先 三個人都可能贏 那至於誰比較機率高 上禮拜的網上觀點 自己點來看 現在進到最後9天 我們都不談那個 就是什麼可能怎麼樣的 他們的先後 不講 但是我確實認為賴清德的 當選率是比較高 那是我華文漢個人認為 那你說9天又一定這樣嗎 不一定 就看最後見真章 這9天也會變化 但如果賴清德真的贏了 各位網友 他就是延續小英路線 現在目前的口號就是 中華民國台灣 而且憲法 他說不會跟動 他講了 你說你懷疑他 OK 那你懷疑他就不要投給他 如果你相信了 你被他說服了 他跟蔡宜文跟小米琴 拍的那個在路上的廣告 你看著覺得感動 你可以考慮投給他 我沒有叫你投給他 你可以考慮 你也可以不要 嗯 是蠻感動的 可是我已經投了兩次了 這次我想換 OK fine That's your right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賴清德就說 國家是一樣的國家 中華民國 稱呼叫中華民國台灣 但國旗 國號不會變 憲法不會動 那是賴清德 侯友宜如果當選呢 那就是已經八年沒有執政的 國民黨團隊再回來嘛 國民黨裡面沒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有啊 馬英九啊 韓國瑜啦 這個趙少康啦 朱立倫啦 侯友宜啦 很多嘛 王金平這些都是 他以前執政過 所以有很多政務官 那所以國民黨如果重回執政的話 那現在目前你看到的執政團隊 陳建仁以下這些部會所長 全部都換 因為換了一組嘛 然後呢 兩岸應該可能就 大幅度的恢復交流 福貿後貿可能也就重談 Elefa或許就不斷了 那這叫做正常的政黨輪替 因為換來換去嘛 民進黨國民黨 就再次政黨輪替 然後呢 如果做不好 四年以後你還是有機會換啊 怕什麼 緊張什麼 嗨什麼 都不必要 最後 如果柯文哲當選呢 如果柯文哲當選的話 那就表示台灣首次出現 藍綠以外的總統當選 第一次 過去都沒有 1996年民選以來 就是國民黨民進黨輪流嘛 那看起來因為 柯文哲的民眾黨 立法委員就提那幾席嘛 這我們都講過了啦 所以呢 他在民眾黨在立元不會是大 不會是一個最大黨 但藍綠或許就不過半 然後呢 會出現一個聯合政府的狀態 因為他的人 人才不夠多 會全國秘才 藍綠的人才 未必願意去啦 阿扁當總統找唐飛 唐飛也說 國民黨也說 我們不推薦啦 但至少會是一個新的 一個新氣象 你也沒有 不要擔心改變 你可能沒有經歷過 我經歷過啊 2000年 之前 國民黨從來沒有不執政過 誰有想到民進黨會執政 我就經歷了那個沒有到有啊 我跑阿扁 阿扁當選了 台灣有爆炸嗎 沒有爆炸 那阿扁執政的好不好 有人說他這個做得好 那個做不好 褒貶不一嘛 所以即使柯文哲當選了 你會怎樣 不會怎樣啊 台灣會變更好更壞 就看未來四年嘛 所以賴慶德 侯友宇 柯文哲誰當選 都好啊 那既然都好 我剛剛講 最後的狀況就是 你可能挺某個人 而你不挺的那個人當選了 怎麼辦 不會怎麼辦 1月14太陽也要升起 大家一樣 還是一樣生活 所以學你所愛 不要管什麼氣包 同你要同的就好了 我舉兩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就懂了 生活例子一講就懂 王曉明去選班長 結果他選完之後 就有兩種狀況 我現在又在講廢話了 選上班長或是沒選上 那選上班長他在幹嘛 就當班長 那請問他沒選上班長會怎樣 趕到一年二班去 一年一班的王曉明 我要選班長 結果同學投票投完以後 他沒有最高票 第二高票 趕到一年二班 會嗎 不會吧 真的耶 王曉明跟李大華兩個人選班長 王曉明當班長 李大華趕到隔壁班 沒有 李大華當班長 王曉明get out 退學 都沒有 所以藍綠白 侯友宜 柯文哲跟賴清德 誰當選 另外兩個人就怎麼樣 就是在野黨的政治領袖 就是這樣 賴清德要是當選 柯文哲一樣當黨主席 然後呢 這個侯友宜就回心北事了 那後續就要看仇混職 你們講這個 我們之後再談 那如果侯友宜當選呢 那賴清德一樣是民進黨黨主席 可是他可能要請辭之後呢 對他來講 政治上會是一個重大的傷害 可是問題是台灣還要運行 台灣還要走啊 你說四年前韓國瑜輸了兩百多萬票 現在還當部分區第一名 對不對 對 就用這個例子來告訴你 沒有必要那麼的激動 那網路上面的一些網友 或者是選民 你們分別會激動 可是這些人 畢竟都不是多數 我可以這樣跟大家說 藍綠白的粉 他眼中所看的 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剛剛舉王曉銘 現在舉棒球 我在去年 因為現在已經過2024了 總冠軍的時候 我去了好幾場 這個聽我棒球場 看那個衛拳龍的比賽 第一個我在台北 第二個球場 就是台北的衛拳龍組場 第三個 我也這確實 覺得衛拳龍裡面有俊若基 對不對 大家都說很棒 但很多網友 在球場也好 網路就問我說 維安哥 所以你是挺衛拳龍的 是不是 我就笑一笑 現場講也好 網路講也好 我說我挺台灣棒球 怎麼講這種官方說辭 真的是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在職棒的階段 你挺衛拳龍 你挺樂天 你挺忠信兄弟 這些職棒是競爭的 所以你這些各隊的球迷 都為自己的隊伍努力 OK的 但是 各位網友 到國外去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是挺中華隊 他們就全部是同一隊的 所以對粉來說 藍綠白 我這次柯文哲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他沒選上怎麼辦 那你不用擔心 因為選上了很好 沒選上也不會怎麼樣 對外 這三個人 侯友宜 賴清德跟柯文哲 都是台灣隊 都是中華民國隊 都是中華民國台灣隊 所以就懂了 為什麼我好像一副 還沒所謂的樣子 不是 你都要監督這些人 你都要看到他們的優點 可是同時 你也不要完全相信他 他可能會犯錯 你要記得監督他 不只評論員 選民也一樣 像政治人物才會更好 才會更謙卑 這才是中華隊 與樂天隊的差別 那你今天到了國外 中華隊跟古巴 跟日本比的時候 好啦 你看這個世界棒球排名 中華隊不是第一人 然後呢 沒有 沒有 然後我還是挺中華隊 那哪一天 外星人來了以後 地球隊跟外星人隊來的時候 你也是挺 對不對 地球隊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投你所愛 不要管氣保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以上是這個禮拜的觀點 請大家訂閱 評論點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